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龐八斗 今天是2024年6月6日星期四 今集想和大家一齊看看香港的各大最新的新聞趨勢 首先和大家跟進6至居2024的搞珠結果 頭10個號碼原來未必先選 有幾類人可以優先選樓 想知道詳情記得一直聽下去 另外有一宗很恐怖的新聞 就是黃大仙有驚險的車禍 的士和電單車相撞 這個女騎士受傷 還要整個人分在的士的車頭盒上 不幸之中的大幸 幸好這個女騎士只受傷 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看照片就很多人捐 在我們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和你們每天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趣聞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和大家跟進6至居2024的搞珠結果 這個新一期六表至居計劃 即是六至居 長沙環荔月園有2359個單位 和早前因為這個買賣協議 撻訂的鑽石山啟鑽苑和油堂高雲苑馬鞍山錦柏苑的一些單位 都一次過推出來給大家選樓了 和大家看一看頭的10個號碼先 特別是60號、51號、32號、84號、81號、71號、57號、76號、87號和63號 大家就對一對自己的表格 尾那兩位數字 你中了幾個號碼都未必你可以先選樓 即是譬如你是一人的申請者 你中了第一顆號碼都未必是你先選的 那是哪些人先選呢 跟大家看看它的次序 第一位分別是受訪委會已公佈 公屋清拆計劃受影響的家庭的申請者 而有關目標清拆日期 是在這個六至居2023年推出的日期之後 第二位就是參加了這個 加油長者優先計劃的柬樓家庭申請者 第三就是其他家庭申請者 第四就是受訪委會已公佈公屋清拆計劃 影響的一人申請者 而有關目標清拆日期 就是要在這個六至居2023年推出的日期之後 最後一位就是其他的一人申請者 就是最後選樓的就是一人申請者 這個次序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選樓的次序 就是當這個加油長者優先選樓計劃 配額就有七八個 如果用盡之後 其他家庭類別的申請者 就會獲要選來選樓 如果這個加油長者優先計劃的家庭申請未能取得配額 他們仍有機會在其他家庭類別下面購買單位 這些配額其實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排第幾 總之房署說你有得選樓你就有得選樓 如果你是一人申請者 即是你去到最後都還可以選樓的話 真是比中六合彩更厲害 這次這個六至居2023都會推出178個之前未售出或撻定收回的單位 當中包括鑽石山啟鑽丸有66個 面積介乎184至479平方尺 馬鞍山錦鑽丸有107個單位 面積介乎184至280平方尺 油堂高雲丸有5個 面積介乎192至287平方尺 嘩為什麼全部單位都這麼小 192呎是給一人住的 280呎都是一兩個人住的 家庭的這樣 選樓給你先選 但是選中287呎都不知道怎麼辦 為什麼單位越起越小 人性化一點的單位 嘩這個很驚訝的就是 截至2023年11月租借計劃 未售的單位的定價介乎是14萬至123萬 折扣率為市價的80%和85% off 嘩這就是兩折還是15折 嘩那如果14萬買過百多呎的單位 那真的值得 然後繼續跟大家跟進一下關於這個黃大仙 旅騎士 旅鐵騎士和的士相撞的新聞 大家看圖都看到這個女司機 直接整個人躺在的士的車頭盆上面 究竟是怎樣撞法呢 才可以整個人飛上去呢 黃大仙發生驚險車禍 在今天6月6日傍晚5時39分的時候 一架的士和一架電單車駛至馬坑仔道和鳳母街的交界 一個迴旋處的時候相撞 鐵騎士這個女司機受傷 幸好她還神志清醒 被送往伊利沙白醫院治理 警方正調查這個事件的起因 我們在這個篤圖看到 攝氏的電單車倒地 碎片散落一地 鐵騎士還堵禍在的士的車頭盆上面 你看到她好像躲起來 躲起來好像一隻蝦公仔一樣 好痛啊 那究竟是怎樣撞飛上去呢 那真的要有待調查才知道 可能稍後時間都會看到 有其他車的車鏡 都會拍到這個案發事件的經過 那這個馬路上 無論是司機或者行人 都記得要留意路面的情況 避免發生意外 我們再來看看 根據HK01的報道 政府在短期之內 會就著這個控煙 提出這個十大措施 排隊又不給食煙 煙草類的產品 或者加味煙都會禁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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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 是不可以吸煙的 有關措施說爭取會在今年年底 提交這個建議希望可以通過 重新香港吸煙率由80年代的23.3% 降到2023年的9.1%非常滿意 也提到了 去年第三季政府就著控煙策略公眾諮詢 結果超過九成都支持進一步降低香港吸煙率 另外還有民意調查說 諮詢了85%的市民都支持這個禁止火車頭的行為 那什麼是火車頭呢? 即是一路走一路吃就叫做火車頭 不可以以後啊 未來不可以再邊邊走邊吃邊 但禁止火車頭就未列為短期的措施 因為真的限制了一些人的人生自由 但對於其他人來說 嘩 不吸煙的那些真的覺得很開心 好啦 總之禁止 全部人都不想吸煙 那就不用換到煙味了 要吸煙的就回家吃 不可以在街上吃 另外 跟大家看一看這一宗脆文 真的很好笑 一名女子在拉老虎機 大獎變武獎 千萬的獎金沒得賠 賭場的解釋震驚這個傳網 怎樣震驚啊 原來在美國有這名72歲的女子 在大西洋的一間賭場 有玩這個老虎機 原本自己在輸幾百元美金 他就突然之間祈禱 希望保佑他 大約有1000元美金左右 他就會很開心 那怎知道呢 一拉一下就贏了這個 Bingo 是不是叫Bingo 是Jetport的 Jetport的大獎 128萬美金 他當然是很開心 那就去拿錢 對不對 怎知道賭場的職員跟他說 是技術性故障 只是賠償給他350元的美金 就草草了事 快點趕走去離開賭場 嘩這些技量真是 之前都聽過不少 很多人去拉老虎機 拉中頭獎 然後就跟你說 原來 那個極機故障了 不關你的事 不是你中的這個大獎 是他故障的 這樣也可以嗎 輸打贏腰 之前好像有一單 又說未夠18歲 是不是 進去賭場玩 真的又中了大獎 那我覺得這樣呢 就不賠錢 就真的情有可原 因為他真的18禁 你未夠18歲 是不讓你進去的 喂 但是這一單 人家確確實實 實實在在地 拉中了你的Jetpot 中頭獎 其實就算怎麼說 你的技術故障也好 你的機器壞了也好 都是你們賭場的責任 沒有理由要來玩的人 我要來賭錢的人 去承擔這個責任 難道我來到 然後我就說 如果我輸了的話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自己技術性故障 那如果輸了 我可不可以不給錢呢 所以這一名婦人 都聯同這個律師 就告這間賭場 要他 除了賠120萬美金的大獎之外 還要他再賠Double 或者256萬的美金 去賠償他的精神損失 嘩 真是有精神損失的 你本身以為自己是贏了 即是成千萬的港幣 那怎知道現在到頭來 是渣都沒有 那當然要求Double的精神損失 但是究竟他可不可以贏得到這宗官司呢 我們密切跟進這宗新聞 跟大家之後再報道 那我們今集呢 跟大家跟貼著這個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就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每一天跟大家報道 更新香港各大小的奇聞趣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讚好我們的影片 有你們的鼓勵是我們最大的支持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聊聊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二位 二位 三位 二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